好,來到Poker852的時間 我身邊有雷昭 HELLO 去到這個情況下 只剩下四個球員去競逐一張WSOP China的票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黑色的衣服 肥肥的那個手上沒有籌碼 因為他的籌碼可以拿著 那就是King Loon 只剩下一個Big Blind 現在Big Blind是3000 他只有3300 可不可以更新一下Chip Count King Loon只有3300 現在畫面上右邊的位置有7萬左右 這個位置只剩下一個Big Blind的情況 KING Loon也找到P10 你看他的樣子也有點開心 也難掩他的 或者有些不開心 因為P10如果多一點Chip Double Up就開心一點 這邊的Andy 英傑 我覺得挺有趣的 在一個small line Ace Queen Offsuit 決定不做一個Isolation 就是一個Race 你覺得有什麼原因 Rae 其實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SNG跟平時的SNG有些不同 這個SNG 我相信 也不是arguably 只是Winner Take All 是 Winner Take All 就是說只有一個獎品 一個獎品 一個人有些東西 拿走 在這個情況 其實我會主張Rerace 如果平時第一至大農民 都有不同的獎金 我就覺得Flat Call OK 因為其實 我還未報了Chip Count 除了King Loon之外 另外三個人也不是很大 你暗示在這個位置 應該要Race 就不應該Flat Call 不是應該 不過會 根據理論 對他會有利一點 因為其實 KO了King Loon 但是這些 結果不是他贏 是沒有什麼 特別的好處 也是 這個位置 其實Flop那裡 Johnny打了一槍 他Top pair with Flush draw 鷹傑 check Call with Ace high 然後轉了 Flush 兩個都check 然後Riffa到 現在鷹傑都很用心 可能在想上Bluff 四隻紅心的Bord 都 不可以的 最有趣的是 因為成功Bluff走了Johnny 因為Johnny現在有 Jick High Flush 反而是King Loon 也挺有趣 但鷹傑都會贏過 一萬chips的Side Pod 一萬chips 在他的stack size 可能應該 都不太大用處 那也不是 有chips就有chips 有chips就有chips 我們常常在Poker 都有一句話 chip and a chair 對的 好不幸運 Johnny當然已經叫了 也放不到 也放不到 那 King Loon 以一個十high的Flush 就輸了 那樣子 他想自己贏了 Riffa Riffa拉一隻 窮心出來 可能搞定 第四名 這個比賽是第四名 就是 2017年的 亞洲破克之星 阿琳 阿琳 這個很有趣 因為英傑最少可以考慮一下 Race 但如果他Race了 那便是King Loon贏了 沒錯 最多是Johnny 在Big Blind 6、7、7 應該就不去 但會不會是他們兩個 這麼多物體傾 打龍通 打龍通還打龍通 你還是只有一個獎品 一個獎勵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可能背後有些 我們分了獎品 那可不可以 那就不知道 總之 如果是這樣想 便成功了 正式出局了 因為四隻牌打兩隻牌 當然是好處 現在報告一下Chip Count 剛才說過 7萬左右 現在英傑就輸到1萬左右 現在只剩下5萬左右 Johnny去到12萬左右 不知道這一集 會不會見證到一個冠軍出來 認真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過了 你看過了嗎 不要劇透 不要劇透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最老經驗的 應該是英傑 這三個牌手 不過Tim 這陣子就進步神速 加上有些運氣 看看可不可以 對著 英傑和Johnny 這兩個都是老手的 有沒有機會可以 反超前 是啊 英傑和Johnny 尤其是Johnny 我前陣子都跟他聊天 就是這個拍攝之後 很久的事情 聊天 原來他 說的是 十幾年前 就是澳門最早 最早有福克 已經走過去打 是啊 High Roller Johnny打了很多年 我記得 我記得他那時候 在香港 我們都打了很多小遊戲 最初 其實香港的Poker界 有幾個分支 其中一個分支 在meetup 那裡就有一個 叫做 很久沒有聽這個 對 還有很多人用的 有一個人叫做Karim Karim是一個法國人 真的嗎 不是中東裔那些嗎 裔 裔 直 對 對 沒有人反對 Jeromy Lin 是美國人的 是 OK sorry 突然間變成一個 Race 所以 Karim 在meetup 開了群組 很多人 就圍在一起 去打 Johnny 其中一個 OK Karim還在香港 Karim去了曼谷 娶了老婆 現在成功 在曼谷開了一間 數學補習社 這些很典型的 亞洲外國人的故事 就是 Fail Hong Kong Try Bangkok 剛剛 英傑有一個 這個 其實 都很深入 甚至最小的 隊伍都超過20個 大陸 這個位置 其實這位置都很好 很合理 看到 英傑 在三手的時候 就是King Queen Offsuit 一個很美麗的 開始手 在small blind 那裡 選擇 Flag Call 又是J7 Off 是不是寫錯 哈哈 其實 有20個 Big Blind Dip 英傑有可能 在嘗試 一個 想Lim Re-Race Blind vs Blind 在這裏 有一個Flop 什麼都沒有 有 但是他 9-5-4 對著 Big Blind Limper 其實又不是 這麼大的 Range Advantage 我覺得 沒什麼 Advantage 當然 King High Ahead 的機會 都不小的 很 Rough 最少三四成 但問題是 基本上 就是 Blind Fire 因為 Lim Port 完全沒有概念 其實 Johnny可能 對手 因為 Johnny 在很多時候 都會 Race 他有 任何 Ace 甚至任何 King 都會 Race Johnny 這個位置 其實是 Chip Lead 多一點 他大約 桌上 40% 所以 有什麼可能 就覺得Johnny 比較弱 Turney 這隻 6 其實對 英傑來說 非常不好 因為 Johnny 在Flop 很多手 都會喜歡 這隻 6 7 所以我覺得 英傑可能 這個位置 在Flop 只要 Johnny 夠膽 Flo 他一掌 Danny 都可以 Takedown 你不喜歡 Danny 都要King 和 在459 其實有很多壞牌 23 67 都很壞 23 67 8 都很壞 大牌的話 你也不太 represent 雖然Turns out 還King 還Queen Hirola 其實是有一隻 9 他也不相信 因為他覺得 有什麼理由 有大牌不Race 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也挺有趣的 Blind vs. Blind 是一個 我看到 真的不容易掌握的事情 我最近有深刻的印象就是 就是 回了內地打的比賽 內地 有幾弱 是吧 有幾弱 Blind vs. Blind 他們的打法 好像 我想 國外的 5、6、7年前的打法 慢了5、6、7年 我記得你有跟我提起過 他們很喜歡 在 Small Blind 就會Race 這個 其實是 2010年之前 國外 西人的世界 都是這樣想的 那時候還在想 Aggression is King 總之 就要拿主動權回來 什麼都不想 但是 今時今日 著重我們所謂的 Equity Realization 希望 牌力 要去到River 可以Show down 所以 如果 在 Small Blind 你已經Race 打大了Port 很多時候 都未能做到這件事 去到這個位置 Tim 就中了一隻八 對 但是Johnny 決定衝出來打 那麼 這個Spot 我想 其實 兩個選擇都可以 但我會傾向Flat Flat 很合理 因為 其實 大家的Stack Size 都不太深 如果 如果 他Race 萬一 Johnny 有召喚到的話 都 搞大了Port 很難打下去 是啊 因為 Creen 其實挺老鑑 因為 有些棄枝可惜 如果他Race 然後被人推下來 好像 在背後 就在背後 但是Flat 很可惜 所以 其實他Flat 很合理 而且 他有位置 Johnny 每個Street 都要先向他走 所以 其實很有益 那轉是檢查檢查的 已經沒有一個特別的 一個轉 Johnny 決定 就檢查檢查 Timothy 都檢查 我這裡 都 很合理 很 因為 其實 我覺得Tim 很有信心 自己一隻八尼夠 也拿不到什麼價錢 所以 如果他夠 的話 Riffa 對Timothy來說 算是不好的 因為 在Flat 上 Johnny 很多 喜歡這隻 的手 十 九 九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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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Riffa 都檢查一下 剛剛 我們有很大的Logo 寫著 HKPPA 我們在這裡 跟觀眾介紹一下 HKPPA HKPPA 基本上 就是一個 組織 就是為香港 撲克 選手 謀福利 其實 不說你們不知道 其實香港 我想 都會有五六十個全職 打Poker 的人 起碼 有啊 有時候是高手在民間 哈哈 不是民間 最出名的 有幾個 可能是Sparrow 我們的主席 其實去到世界各地 大家都看到 他都會拉著一起拍照 應該是亞洲 數一數二最出名的牌手 除了在亞洲區 有打 外 也有走出去 這個 無論是香港 或者是內地的 玩家 暫時都 未夠多 但是慢慢 開始越來越多做的 另外 有另一個 非常出名的 也是我們 HKPPA 當然就是Alton Zung Alton Zung 在2016年的蒙地卡 有一個比賽 叫One Drop 就是每一個人 要獲得一百萬歐元 出來打的比賽 可以獲得冠軍 我突然發現 最近在Facebook 不是很流行嗎 之前有一套 是不是賭神 是不是賭合 就是劉華 那個慈善霍克賽 是否三百萬美金 想想 其實那個年代 已經講三百萬美金 有很多 其實真的很多 因為剛剛講的 Alton 打這個 100萬歐元 都是1000萬港幣 對 都少過這個數 所以其實真的挺天文數字 三百萬美金 這些電影 真是適合鐵 不過也不是一件 那麼出奇的事情 因為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很大型的 Cash Game 真的會拿到 2000萬港幣 放在桌面 甚至有那麼多 我們都經常有聽說 應該是事實 不是聽說不簡單 是事實 不是Urban myth 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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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知道 身邊有人參與過這些遊戲 那些遊戲 Poker這件事 其實就 在近幾年 自從 Christmas moneymaker 效果 之後 其實都在歐美 以及亞洲 都很成行 現在我們唯一欠的 就是一個 香港在 WSOP 拿到一個 如果有了的話 這件事 真的可以很成功 我都覺得 真的 近的 只要我們香港的 多一點走出去 實力就足夠了 有的 就是要贏一個比賽 才決定 因為什麼 要參與 要去打 不要遲起來 不要掛著 最後要梳頭 我沒有拍射任何人 這個位置 Johnny 繼續是blind vs blind 挺有趣的 兩個人的決定 35決定 complete smart blind Timothy in 4 不動 不動 有沒有原因 Rae 逐個說 Johnny 我想是 貪玩 我覺得 有點像自己 是deep stack 也覺得 Tim和英傑 不會太out of line 對著他 其實smart blind 坦白說 他的 odds 是非常之好的 桌面有anty 本身沒有anty 你已經是最少3-1 你call一份 就贏三份 加上anty 就更好一點 所以其實本身的 odds 很直撥 無論你的手勢多弱 都會很直撥 只要人家不會亂動 但是我想 Tim這個位置 正因為 如果他發現 尤其他有些概念 Johnny 捏得這麼寬 這麼放肆的話 In 4 真的要做多些 Race 就是阻止 他剛才也有說過 realize equity 要阻止Johnny 這麼容易realize 他的equity 好 去到這一局 拿著4-4 沒得不Race 又是blind vs blind 6千是min race 應潔看一看 看一看他的stack為主 因為他看副牌 沒用的 我們不知道應潔拿什麼牌 為什麼 他好像沒有show鏡頭 應潔 記住show鏡頭 臭小子 應該挺爛的 因為他有位子 還有20個 big blind 所以我希望應潔應該會 防守 big blind 也挺闊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 Poker 852 我們現在已經播出第五集 這個比賽 我們之前有提過 其實應潔 一向出名的打法 比較緊 不過呢 在比賽這五集 看到他有點放肆 對 其實是 其中一個想Poker的想法 就是有時候要做一些 對手不期望你做的事 其實 其實也真的要 有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 有既定的印象 有時候跳出那個框框 應該會有些意想不到 有時候會好的結果 當然你拿著King King 就更加令人意想不到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 好了 英傑在這個位置開啟了 1500 兩點五個big blind Johnny就 Defend King 9 我們這樣看 當然是很愚蠢 但其實是很合理的 兩腳都很合理 沒有做錯任何事 三手 King 9 即是有隻公仔 也算有點連接 即不是最漂亮的連接 但King 9 扎到最好也可以 recommend 那些蛇 就是對於英傑來說 也挺幸運 因為 Johnny就Flob 前陣的搖拳 所以怎麼都會走不走 外面也沒有什麼 你也不會打太多 那應該也不用打太多 打很少 沒有太多 他也沒有很少 就沒有很少 然後Johnny看到 還有前陣的搖拳 沒有什麼捉 他會怎樣做 我覺得沒有什麼狀態 其實Race就沒有什麼邏輯 如果Race的話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英傑亂想 就是所謂的Leveling 你明知道我應該不會做 那我就專門做給你看 這些我們很不鼓勵 以前很多人說什麼N Level的思考 不是錯的 但今時今日有時候都要想多一點 就是很重視今時今日的Poker Realize Equity Race 接著被人Race 你就錯失了 Realize Equity的機會 Turner 10 其實在這個位置 英傑是確認得對的 因為他看到Johnny在Vlog Call得這麼快 給他一個機會再打一場 我覺得除了這樣 做個Check Call之外 其實我覺得 所謂Barrel 打完整個Turner都OK的 因為其實很多 又不是很多的 有部份Johnny在Vlog 會Continue的Hand 都喜歡這隻10 例如 當然最好不可以7 8 要不可以King King就Joying Dead 但在講那些Gut Shot 18 17 其實Turn top pair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繼續Continue都OK的 反而Check Race 這個位置有點意外 對 很有趣 嘩 這裡真的挺意外 其實Johnny這個位置打就很合理 哇 新的手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一兩萬 Johnny這個位置 你怎麼看這個Turnback Turnback是OK的 我覺得因為他想Barrell走了 因為英傑也有很多Air 在Vlog上會打下去 他也不想他拿著兩隻大牌River 中了的時候都不知怎麼辦 打走一些Air 但你覺得其實有沒有Value 英傑有沒有Worth Hand會Call 都... 可能不多吧 可能不多 我覺得有點不多 有一點不多 所以我不算十分喜歡這個Turnback 如果他們兩個比較熟悉大家的時候 可能他在採用英傑打得太多Air 那就較早時間 那他在場打完整個賽事 我不是較早時間這麼簡單 因為他們認識了大家很久 而且這個Session 我們看到牌 其實到今天他都沒有看過牌 他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他剛才不知道英傑King Queen那一手 都會這樣打發的 但是他決定打8000 那就比英傑Jetraiser兩萬 挺堅困的Sport 對Johnny來說 非常堅困 因為King 9也是棄之可惜 但是亦都是食之無味 我想他會想的就是 他的Hand會不會這樣打 例如Ace High Flush Draw 會不會這樣打呢 Ace High Flush Draw 還是Back Door 是Back Door 可能Block to C Back 但Turn可能會傾向Barrell 或者再打到槍 所以他都可能會覺得 其實真的 Ace High Flush Draw 應該在Flop 沒有任何配合 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他不會是Ace 9 不會是Ace 沒有可能是Ace 6 有可能是Ace 9 但是Ace 2 Ace 9 因為Block了一隻狗 但其實這兩個手 如果配合和Flush Draw 我覺得未必是Track Race 因為其實反過來 有牌反而 就不夠勉強 所以Johnny也可能在分析 真的沒有很多Block 英傑在這個場面 但也難搞的 因為Flop Top 配合一個很大的Kicker 他都贏很多狗 即是合理的狗 英傑可以提升 什麼狗 八雪 九七雪 我想就算 就算 他都好像你的想法 就算他拿了Queen 9 Club 其實都 都 都 都不是end of the world 我覺得 就是以Johnny的角度來看 不過 可以這樣Track Race 都是要給他 對 有膽Track Race 這個場面 挺特別的打法 我都 我都 有點不預期 英傑這樣打 如果我在場 我坐在Johnny的位置 我就不會覺得 英傑是King 雖然可能會Full 會不會有 我真的 我真的期望 英傑 所以這個就是 英傑有些混合 其實真的 沒有 其實有時候 騙到人一次 就有一個很大的項目 那倒是 所以 恨之有下 還有現在 Timothy 真的開始有些 狗狗 英傑和Johnny 就 低一點 這個時刻 我也看好 Johnny 當然有很多Chips 而且 英傑 這個C&Go 都給我很多驚喜 之前 一開始的時候 都很熱 但是 慢慢都 剩下了 現在只剩下少了 Chips 我很記得 那天 他完了比賽之後 我不是劇透 誰贏 誰輸 但他就跟我說過 哇 後來 英傑真的很熱 大家 觀眾可以看看 英傑真的很熱 有多熱 有一個Family Part 這裡 英傑是不騰 原來 原來不是Family Part 原來 Johnny 在Flo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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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很舒服 這裡 英傑 應該會 找到一點 價值 我覺得 是啊 但是很不幸 Timothy 完全沒有可能繼續 什麼都沒有 有時候都是 其實 人們經常說 哇 德州伯克可能有些 運的成分 在我眼中 其實運的成分 就是 撞不撞到對手有牌 是啊 你有牌都不夠 有牌是絕對不夠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英傑 其實Flob只有King High 他都要去到 他中了一隻才行 這個就是 我這一集都不掩忌憾 跟大家說的 realized equity 的重點 他發覺 其實三手 King High 很有可能是好 然後他就 好像有些回報 轉中 頭盤就很舒服 萬一如果 Timothy 可能有隻二的話 更加多回報 對 其實很多手 都會繼續 Timothy 很多手 會繼續 Open End 或者Ace High 有可能打下去 他都會繼續 不至於很多手 但是有手 或者這樣說 是啊 因為其實如果 Timothy已經全心 打算放棄那些牌 你怎麼搖 他都不會給你價值 你怎麼搖 你沒得逼別人 叫你 你才能夠 沒得逼不到別人 你才能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這裡 Johnny就Open 7000了 Button In 9 非常大的牌 但英傑就在 Big Blind A3 都好像要迫 De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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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他甚至會不會考慮 Rerace 這就是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位置可能 2010年 很多人就說 煙衣服很難打 這句話 不是錯的 煙衣服確實 很難打 但是 今時今日 就會覺得 其實Call 都不會經常打錯 他選擇了就是All In 這個手勢 大家可能要看一看 這個三角形手勢 其實就是 在Poker Stars的Event 才開始有的 因為 Poker Stars有一個三角形 All In Button 是三角形的東西 現在很流行 當你All In的時候 就有一個三角形的手勢 好像一個 這個叫什麼 叫氣功炮 就是天津飯的氣功炮 Exactly就是那個動作 有很多人這樣做 例如Poker Stars Nano Noko 現在都 叫做Stream 都會這樣 對 都會做一個三角形的手勢 哇 這裏居然發霉了 有些 Johnny會不會小聲 跟英傑說 喂 看回電視 就知道我發霉了 有些意外 當然 我們看到就很兇 但是 因為我們看到牌 可能Johnny判斷 其實英傑不會推 洗煙 他不太理會 一拼的話 要翻轉 甚至是帶背後 可能 他不想 那 所以其實這裏都 今天英傑也有很多打法 令我有些 出奇 有些出奇 是不是你可能少些 看他打short hand 因為他打full ring 其實是比較近 我絕對會 因為我也是近一年左右 才看到他打牌多一點 這裏又是blind vs blind 英傑就像small blind complete 雷8 off 這個手就真的沒什麼想法 一定 沒得full pre-for 這麼弱 他扮演 扮演 摸著他 之後 給你 其實也是給你的 然後這邊 Johnny 其實他們兩個都很友善 認識了很久 都好朋友 反而Tim就在這裡 有點擔心 因為好像兩個 真的有些 不是打龍通 但是 好像他們兩個 全部都在外面 最後 今天 就死了一個King Loon 下一集應該會看到冠軍 下星期二的同樣時間 Poker852再見 拜拜